日本海面上出现罕见的史前鲨鱼 这个深海怪物最先是在日本靖岗县 昭军市附近的前海海面被移民发现的 这条雌性鲨鱼长达1.6米重达7.5公斤 不同于其他鲨鱼的是它有6个三 一般的只有5个和奇形怪状的叉状牙齿 经三里海洋公园管理单位建立之后 发现这一条线摔鲨 这条家里能够生活在这一条600元 人们红下的变化 海洋公园方式相信 它是真正的最后一条线摔鲨鱼 这条线摔鲨鱼 海洋公园方式相信 海洋公园方式相信 它是真正的最后一条线摔鲨鱼 海洋公园方式相信